1-2解 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那什麼叫Data mining呢? 教科書的定義就是說 從非常大的資料庫裡面 資料庫 產生新的洞察力 另外一本書RU RU是什麼呢? RU就是我們一開始的基本資料這個地方 RU這本書 他說呢在資料中 發現什麼有用的 那這個有用的資訊有時候呢是意外的 超出你意料之外的 在資料中的型態 那Wiki呢定義說什麼叫這個資料探勘呢? 資料探勘就講說呢你在 資料庫的知識發現的分析的步驟 那這個呢簡稱KPD 我們看一下 那基本上呢 這篇文章在哪裡呢? 在網路上 我已經放在這個上課的網頁 在哪裡呢?給大家看一下 當你進來上課網頁的這個地方 有一個講義按下去 按多媒體版 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壓縮檔 你把它解壓縮之後 就會出現那個PDF檔 這篇文章跟你講說呢 從GetaMining 這個技術如何到知識的發現 然後這個舉了非常多詳細的例子 有興趣同學可以看一下 那它牽涉到的方法呢 是在什麼地方? 可能用到AI 人工智慧 有時候牽涉到Machine Learning 那你可以注意到呢 每個地方定義都不太一樣 但是它的關係其實 它是有相關的 所以有地方把這個機器學習屬於人工智慧 有時候把它分開 總而言之它是一些方法 然後可能有牽涉到統計學 然後呢 資料庫的這個系統的技術 好 接下來講文化 這邊的文化是指說呢 不同的這個領域的訓練 來處理大資料的問題的時候 它會採用不同的方法 那參考還是RE這本書 比如資料庫 它專注的問題是什麼呢? 是非常大的 通常是沒有辦法放在主機體裡面的 有這個資料 那基本上呢 它查詢 去了解呢 非常大量的資料 如果是資料庫的話 現在最用查詢就是C口 另外一個呢 是人工智慧 或是機器學習 關注在什麼地方 複雜的方法 但是小量的資料 那統計學習 統計系的人 統計學習 專注是什麼? 數學的模型 所以這本書呢 就叫統計學習 那因為呢 這四個人 都是統計系的教授 這本書有在網路上 你可以下載 那這個作者呢 用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來說明 比如說呢 你給他11個數字 那一個資料庫人會跟你講說呢 那計算呢 他的平均值 跟他的標準差 那一個統計學家呢 會把這個 10億 B連是十的九四方 找到最好的高師分配 我們第二章會講 什麼是高師分配 或是常排分配 然後呢 報告說他的期望值跟標準差 某一個特定的分配 所以基本上呢 他建立的是一個什麼模型 這個模型呢 是說這個資料符合 高師分配 或是常排分配 這個呢 是 不同的訓練 看一個問題的時候 角度是不一樣的 那 Machine Learning 到底什麼用呢 比如說我們來預測 選舉的這個結果 有一本書 Signal and Noise 這本書的這個作者呢 是每一個美國人 基本上呢 有中一本 那這兩本書 學校都有 這本書有趣的地方 是他這個 發表這個選情預測 這個50週 2012年的總統大選 預測他會 這個勝選 而且50週全部命中 所以非常非常厲害 那我就很好奇 他的預測的方法 那基本上呢 他並沒有進一步的分析 他只是說一個概念 基本上就是貝斯定 我們這門書會教到 貝斯定主要的概念 那這一個呢 是這個他的綜藝本 綜藝本裡面的資料 基本上呢 這一個呢 是這門書 這門書裡面 沒有任何的數學公式 這是唯一有一張呢 比較複雜一點點的 貝斯定語的應用 但是我要跟你講說呢 中一本呢 其實錯得很嚴重 作者明明講的是 Manhattan 他竟然說的是美國 所以基本上 我非常驚訝 因為翻例 翻例的這個人 是師大 翻例研究所的 所以呢 這個基本上 這個是 蠻嚴重的錯誤 所以基本上你唸中一本書 如果你看不懂 要很小心 所以同學有興趣 可以看一下老師寫的這篇 部落格 接下來呢 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可以預測 這個犯罪的這個活動 所以警察局 可能需要 那其實國外有非常多的應用的案例 用big data的分析 如何做簡易的配置 有效的配置 接下來呢 第三個呢 是這個 根據呢 道路的狀況 來自動化呢 這個 路上的這個交通的這個訊號 紅綠等 所以智慧型城市 要整了非常多的資料 比如說現在有些資訊公司 跟這個一些大的城市的合作 他這個裝載的這個一些這個資訊 這個 然後呢 如果這個都市的這個交通 開始很擁擠的時候 他就通知一些人 準備要進程 不要進程 做大眾運輸工具 但是這樣還是不夠對不對 所以結合經濟學家的動機 就是說呢 我們來抽這個 如果你做大眾運輸 新加坡就這樣子 大眾運輸 然後我們來抽 這個類似樂透 抽中呢 你可以得到1000塊 甚至2000塊的美金 那 一點點的這個 像經濟學家 incentive 動機 一點點的這個誘因 就可以使得這個人們 改變人們的行為 那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這個發展 在智慧型故事 所以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平常的道章雜誌 然後想想 你期末期末的時候 要做什麼樣的專題 那預估呢 這個暴風雨 Stone 或者是這個自然的這個災害 然後產生了這個財務上的損失 所以保險公司 可能是根據這個 來做這個如何訂定的保金 理賠的基準 那第五個呢 是了解了顧客的變動 是行銷學 比如說你從A公司 換成B公司 比如你的手機 服務商 從中華電信 換到台灣大哥大 拜託一下 不要選台灣自信 好 所以基本上呢 現在是2015年 那你可以上網找一下 為什麼老師會這樣建議 你不要這個 採用 這個台灣自信 好 那你可以了解一下 顧客變動的原因 那你用什麼方法 吸引他的顧客 或是保留你信用的顧客 行銷學 好 接下來一個應用呢 是這個 應用這個autopilot 自動飛行系統的飛機 還有呢自動開的這個車子 像Google Google Map 就是方法 就是他有這個 除了衛星以外 接警要比較詳細的話 基本上用什麼 用他的一個 無人駕駛車 然後他準備呢 把這個 另外什麼領域呢 計程車 轎車服務 基本上Amazon 也利用這個自動飛行的飛機 運送什麼 運送商品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 結合不同領域的資料 那當然 這個自動飛行的飛機 它基本上牽涉到很多複雜的方法 我們這門課呢 基本上不會教這麼多內容 各位知道我們做一學期的課程 我們教的是一些基礎的概念 那你有這個基礎之後呢 以後你可以繼續的學習 畢業呢是學習的開始 好 有趣的應用呢 是最後一個 找到某一個個人 他呢 有這個能力的去捐獻 是誰呢 慈善機構 或是大學 好 這個美國的這個大學呢 很多呢 私立大學是比較好的 原因是為什麼 是因為很多的監獻 捐獻 對不起 因為他在學校受到很好的教育 所以他畢業有成之後呢 就要回饋學校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觀念 然後呢 就設立獎學金 比如說你這個 我們在學校成績掛好 四年免學費 諸如此類的 好 所以學校呢 這個需要校友來捐獻 捐獻 來辦更好的教育 培養人才 還有其他例子 比如說呢 Netflix的競爭 這個電影的這個推薦 電影的推薦 然後呢 因為這一個後來就有開了一個這個 這個時候 這個大 把你的這個 所需要完成的專案 外包給非常多的重人 叫Kegel.com IBM 這個Watson 這個Q&A的問題 Drappity 那基本上呢 就跟你介紹 這個 他的這個 這個計畫的這個內容 另外呢 是地球科學的研究 研究呢 這個溫室效應 海平面的上升 那當然 現在很多這個氣候 下下巴很大的雨 不然就很乾旱 這基本上造成這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跟朋友講 這個如果你要列印的話 要環保 要刷面也就是在這樣子 所以像老師都幾乎不喝這種 罐裝飲料 又不環保 好 所以這個呢 是海平面的一些方法 計算的一些方法 這海洋大學的一個海洋教育館 教育網的資訊 接下來是台積電IC的製造 我們看一下清華大學的這個公共系 公益工程 簡正副教授 寫了一篇這個 跟他學生寫了一篇錄文 IC設計的問題 那台積電為了這個培養人才 所以舉辦了這個競賽 所以各位同學 這個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參加這個 實際的機台 所以這基本上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同樣的這個資訊呢 也在這個多媒體的這個講義底下 Veta-在這個IC設計的這個應用 提高呢 這個晶圓的有效的製造率 非常新的一篇論文 另外一個例子呢 是雅務其謀的推薦系統的應用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因為我是引述這個報告 所以我就有這個 用引述的方法 有縮排 這個功能 所以有興趣的人 可以看一下 真實的這個 如何去做大資料這個分心 然後做這個推薦商品 推薦商品 當然就是這個 這個APP 這個APP 他有非常進一步的資訊 可以研究一下 然後當然你看這些的目的 要想一想說 那如果說我要這個 實現相關的系統的時候 我需要什麼樣的點子 什麼樣的方法 什麼樣的技術 你可以去透過這些 可以了解 然後想一想 你畢業專題 這個提莫專題 要做什麼 接下來呢 這邊文章呢 是Big Data 在這個台灣的 新典應用跟行動 所以可以看一下 這邊報導 基本上呢 是一個投影片 各位同學可以看一下 所以就是說呢 台灣這個 現在非常需要 這方面的能財 那當然啦 你要實現Big Data 需要一些技術 或者核杜 這些東西 我們這門課不會教 我們這門課專重在 DataMining 我們說一門課而已 那各位同學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 如果其實坦白講 如果你 這個一定要 這個資管系畢業 對不對 其實你只要願意多花點時間 那我就了解一下 找一本 一本好好的書 然後來Cache一下 應該可以自己弄懂 當然外面現在有一些 課是要 開課是免費 或是要花錢 CTPM的假當 你的概念是比較快 那或是網路上的 這個影片 有非常多的資訊 或是課程 都是免費的 你可以這個學習 那另外呢 是商業週刊的一篇文章 叫朱立倫 這是在今年 這個2014 這個縣市長選舉之前 寫一篇文章 他們在選的秘密武器 那當然啦 這個台灣的這個 很多媒體都是把他講的很誇張 其實你看想說 這個 什麼 Big Data 就是他們 這個朱立倫的秘密武器 其實 這個 這個 上百萬件的這個 成型案 其實很多 其實不算 Big Data 就是那個案件的量 以這個 以這個 Big Data 需要的資料量 有的甚至在 在一台電腦上面 就可以做資料分析了 所以基本上 不可以稱為 Big Data 但是因為他現在 Big Data很熱了 所以什麼東西 只要 用到數據的 其實有時候是資料分析 你看那個 蓋清得的更少 只有分析幾千 幾千件的這個 陳情 也稱為 Big Data 那不算 所以基本上 因為現在日本 所以大家就改善 Big Data 你看啊對不對 才2700多個案子 這個應該不太算 Big Data 那這些公司 他的這個 什麼樣的表現呢 一樣 之前那篇文章 就是在前面三分之一的 那 利用所謂的資料 導向的這個決策 那基本上呢 他比別家公司 前面三分之一的 比後面的表現多少呢 平均呢 這個他的生產率多了百分之五 然後百分之六呢 多了百分之六的獲利率 另外一個呢 他這個速度 非常非常快 比如說呢 他舉個例子 他要提供一個個人化的促銷 那Siers呢 是一家這個 銀售商 那用一個Hadoop 我們這個之前有看到那個 Big Data 非常這個 熱門的一個工具 我們這門課不會教 那基本上呢 產生一個全面性的促銷 那原先呢 是從八個禮拜 掉到多少呢 一個禮拜 那速度比較快 而且呢 一直在下降中 好 接下來呢 我們看一下他倫理學 上面的一些問題 那譬如說呢 在我寫這邊 部落格裡面Target 這是一家美國的這個零售商 基本上呢 這個研究消費者行為 然後寄這個折迦券 快幫給他 那他一個故事呢 就是 比家長 還更早發現了 這個 這個家中懷孕的高中女生 聽起來有點誇張 這一個父母親 竟然不知道 那那個父親 看到這個女兒 收到這些折迦券的時候 因為他懷孕了嘛 所以他去買一些 這個育嬰準備類似的相關的這個產品 然後就寄折迦券給這個小 這個 這個少女 我們在美國這個未婚懷孕 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青少年懷孕 那基本上呢 他給這個公司的經理借掉之後 跟他 對不起 準備想過一個禮拜 那個爸爸把電話來跟公司說 抱歉 他女兒真的懷孕了 那基本上呢 如何顧及他的掩飾 基本上就怎麼樣 混合在一起 你需要的是其中一小部分 比如四分之一 然後混合其他四分之三的 另外一個原因當然也是 讓這個顧客不會覺得說 你在 你在監視他 像 Bitbrother一樣 以前 歐威爾寫的一本書叫1984 基本上就是描述這個情節 還有什麼問題呢 保險公司 比如說保險公司 知道你的這個生活習慣 某一些生活習慣 跟疾病是有高風險 高風險 比如說這個抽菸 肥胖 心血管疾病 跟這個肺部方面的這個疾病 那因為這樣子知道了之後 聚法 那這個是不是一種 這個兩難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個人資料保護法 這個呢 就是我剛才寫的 這個 剛才講的那篇 這個文章 這個是法務部的這個資料 這個是所謂的個人資料保護法 所有的條文在這個底下 所有條文 就像這個現在呢 你如果要這個揭露個人資料的話 也就是違氧法令 就成績 記錄之內的 好 那機器呢 是如何學習的 我們引用一個電腦科學家 Mitro 這個解說 基本上 各位現在活到一個很老時代 應該要寫發音 然後這個字 然後怎麼印 看一下 M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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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機器呢 被稱為學習 如果呢 它可以怎麼樣呢 這個可以呢 把它的經驗 好 記錄下來 然後呢 使用它 使得說呢 它在未來的類似的經驗 In the future 未來的經驗呢 它呢 可以怎麼樣 可以它的性能呢 可以改進 或是增進 Improve 叫學習 那基本上呢 機器如何學習 電腦如何學習 基本上呢 主要的 涵蓋了三個要素 第一個呢 是要輸入的資料 這個資料呢 可能是觀察 可能是記憶體的這個 記憶的儲存 然後你必須把它回顧 所以基本上呢 提供一個所謂的 基礎的事實上的 那譬如說 你去量測 這個 物體呢 從 這個空中 掉到地球表面 所以呢 你得到一些數字 這個呢 是它的速度 對不對 然後它的積分 就是所謂的位移 這4.9 4.9T平方 所以1秒 就會變成位移4.9 2秒呢 就位移4.9乘以4 有一些觀察的資料 輸入 然後接下來呢 是一個抽象化的過程 Abstraction 你呢 要給這個資料一些意義 比如說我們剛剛舉的那個例子 畢竟力 牛頓發現的 它呢 根據呢 別人的做的這個天體運動的觀察 發展了微積分 解決運動的問題 後來呢 得到了這個所謂的萬有引力 兩個物體之間都有吸引力 那因為地球很大 所以基本上呢 地球會把東西吸下來 就像雨水 成熟的這個水狗一樣 所以呢 你的速度就等於 你的加速度 存在你的時間 因為在地球表面的加速度呢 是固定的 大約等於9.8 所以呢 你是把9.8積分之後 變成9.87 然後在積分之後 變成4.9 T平方 用微積分 所以呢 建立這個數學模型之後呢 你呢 就怎麼樣 就可以做一個推論 那這個萬有引力呢 在速度很慢的時候呢 可以描述他的行為 當然速度很快的時候 就牽涉到相對論了 好 訓練 什麼是訓練 你呢 有一個資料 ETASET 資料集合 然後呢 你要去把它 FIT 使之吻合 某一個測定的數學模型 所以我們這門課也是一樣 有一些資料 我們要根據資料的特性 然後呢 想辦法用一個數學模型 來建立呢 這個資料的預測 最後呢 你要做推論 你用一個抽象畫 的資料 然後這個 作為一個行動的依據 好 那這個有時候呢 會出錯啦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呢 是需要經過訓練的 包括你寫這個 這個程式的這些人 就讓 那譬如說呢 實際上 這是個人臉 那如果呢 你只跟機器講說呢 人臉一定是兩個圓圓的 眼睛 然後一個嘴巴是畫一盆的 如果呢 你跟機器是這樣子講的時候 那基本上呢 它就形成一個偏見 對不對 所以 比如說 它分辨了 這個是一個臉 那這個 戴眼鏡了 或戴一個墨鏡了 就不是一個臉 這是錯誤啦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呢 就是偏見 什麼叫偏見 有系統性的不正確 是這樣子 好 那這種偏見其實呢 是不斷的存在我們生活中的 對不對 比如說台灣 台灣歷史最良 我們普遍呢 對歐美人士呢 總是覺得它是比我們高一等的 所以我們會從洋媚外 然後呢 我們又覺得呢 東南亞的人一定是比我們落後的 我們又看不起這些所謂的外老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一種偏見 我們覺得我們沒有禮貌 那實際上我們對這些東南亞這些人 做這些辛苦的工作 那我們就覺得 甚至是這個外配 我們覺得他們是比我們 這個第一等 那這種都是一種偏見 社會上到處都充滿了這種偏見 另外一個例子呢 當然就是語言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覺得講英文是高級 實際上 語言就是一種溝通的工具啊 什麼了不起對不對 其實呢 在中古世紀的時候呢 這個央格魯撒克遜 是蠻荒之地啊 所以講英文的是低級人呢 也蠻能講的話 因為當時呢 高級的語言是法文 那同樣道理 我們把這種 這種文化上的這種 東西 這個也是這種偏見 我們覺得現在英文是講 英文是高級 講英文是很棒的人 那實際上不一定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評估 這個學習的成功與否 那基本上呢 你這個 你的模型會失敗 好 去這個衍生 通常是怎麼樣呢 是有雜訊 或是有無法解釋的變動性 那什麼是雜訊呢 雜訊呢 通常是一些隨機的事件 好 比如說呢 有量測的誤差 比如說你的感應器 量測溫度的 他呢 非常不精準 那有時候呢 會導致他會 加一個或減一個 GIT 那他因為製造的過程 或是某些 或是因為成本的考量 不要做那麼精準 那基本上呢 因為你資料有錯 有錯誤 所以基本上呢 你呢 這就是雜訊 那也就是因為有雜訊 訊號很多 資料很多 導致說 你如果沒有辦法判別正確 那另外一個因素呢 可能是來自於什麼 你的資料 報告的時候 收集資料的時候 比如說呢 回應答者 你呢 在做這個 問見調查問題的時候 他呢 給你隨便 隨機回答 為什麼 為了 要很快的給他完成 所以也會導致呢 你得到的資料 是錯誤的 比如說你用問卷 想要了解消費者行為 說 他到底會買這個產品 或是他想要的價格 就是他隨便打 那你 隨便打的話 你的資料自然會有雜訊 不是正確 好 還有呢 常常見的那種情況呢 是當你的資料 紀錄呢 是incorrect correct是正確嘛 incorrect就是不正確的 像ly就是副詞 包括說 資料少了 資料是無效的 或是縮短的 本來有這個 8個bit 就記錄 比如電話號碼 手機呢 是10個 所以你記錄成9個 那少一個就不能打 對不對 或是 沒有正確的 這個標示 或是額悟的 實質根本 輸入錯誤了 好 諸如此類的問題 所以這些問題呢 都會導致這個你的 資料呢 充滿了雜訊 所以基本上呢 你的模型 而且你模型 你得到的資料 你進來的資料是錯誤的 那你要去預測未來 那你用錯的去預測未來 那當然你沒辦法 得到正確的預測 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說 如果呢 譬如說 這個 黃色的部分呢 是你的資料 那這張圖片是來自於這一個的 那你怎麼辦呢 這個是你的資料 所以 有一個方法是怎麼樣 你呢 是找一個線性的方程性 各位同學學過統計學 這叫線性回歸 那或者是說 你用一個非線性的函數 這是二次多項式 稱為 這個非線性回歸 那這個呢 叫underfit under是在什麼之下 fit是死之吻合 也就是說呢 你的模型呢 太簡化了 另外一種情況 叫over over這個字的意思 叫超過 fit是死之吻合 你看呢 你呢 找出一個高階的多項式 要通過絕大部分的點 那基本上呢 當你在做推論的時候 你想想看 你在做訓練的過程中 所以 各位同學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有一些資料 我們要建立數學模型 我們建立數學模型的目的 是要怎麼樣 是要預測未來 所以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呢 是訓練 有資料 進來訓練 第二個階段呢 是預測 如果新的資料進來 你要預測 比如說我們之前講的一個例子 對不對 這個whosecode那個例子 他首先 要寫一個演算法 我們這門課會介紹 叫SBM 他呢 要去建立起這個演算法 說根據什麼樣的形態 然後他可能是這個 這個 註銷的這個變化 或者是你的親朋好友 或是你公司打來的 所以你決定要接或是不接 那訓練好了 那等到一個真實的電話進來 在那一剎那 你要決定說 到底要 要讓他是接 或是不接 要不通知這個 使用這個APP人 這個主人 到底 跟他講 到底要接或是不接 所以這是推論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是 右邊這個情況的話呢 這執行很好 你在訓練的時候 執行很好 什麼叫執行很好 就是你的誤差會怎麼樣 比較小 什麼叫誤差 你看呢 這個藍色的是我們的 這個預測的曲線 這個黃色的是真正的資料 你這個兩個之間的距離呢 就是你的誤差 你可以注意到呢 右邊這張圖片的誤差是小的 所以呢 在訓練過程中呢 他的誤差是小的 執行的非常好 但是呢 這種 這個 這個 在訓練是好的 但是測試的過程 都是預測未來的時候 是非常不好的 就是扶持不好的 成為過世的問題 因為你沒辦法推論未來 所以基本上呢 你要注意到這個問題 然後這門課也會介紹一些 簡單的方法 那實際的 有些東西是蠻複雜的 我們就介紹一些基本的概念 幫助你理解 那怎麼應用呢 這個機器學習 照你的資料來 它的步驟 這門課呢 是用根據呢 根據呢 底下的這個流程來做 第一個 收集資料 那這個收集資料呢 可能在論文 可能是記錄在 這個文字檔裡面 或是視算表 或是屬於在 SEQUEL的資料庫裡面 所以基本上呢 最後總是要 完成這個資料的形態 那我們這門課呢 所有的這個電子檔 都會提供給各位練習 第二個步驟呢 是探索跟準備這些資料 那其實這個步驟呢 我們這門課呢 只講其中一個步驟 對不對 但實際上呢 80%他們經過這個粗略的分析呢 80%的努力 是花費在資料的收集上面 那這個資料探索目的呢 是瞭解資料 然後以及他們這個 這個細微的這個差別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步驟呢 也可能很重要 而且花費了你大部分的心力 這是第二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呢 是訓練一個模型 你要選擇一個適當的演算法 那這個演算法呢 將會代表呢 你的這個資料 第四個 你要去評估 衡量 你的這個模型的性能指標如何 所以就是說呢 從過去的經驗 那種一個所謂的測試的資料組 來評估呢 它的誤差到底是多少 那這門課會介紹好幾種不同的 評量的方法 第五個步驟呢 是改進你的模型的性能指標 用更進階的這個策略 去提高它的性能指標 那有可能呢 會換另外一種不同的模型 不同的這個演算法 來分析你的資料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有時候呢 是try and error 有時候是需要經驗的 這個是需要經驗累積的 好 這是一個定理叫沒有免費的午餐定理 好 這是這個人 Walpert 在1996年提出來了 他說呢 沒有一個機器學習的 是最好的 針對每一種情況 所以也就是說呢 不同的問題 你要用不同的方法 或是演算法去 了解這個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呢 可以分為三個步驟 第一個是了解 想想 這個輸入的資料 第二個 想想呢 你要用什麼樣的 機器學習的 演算法的形態 然後呢 把你的資料 跟你用適當的演算法 配合 解決這樣的問題 好 我講過了 那個 如果你覺得這個 這個影片很長 你可以分轉休息一下 再來 好 所以拜託同學 不要再抱怨說影片那麼長 很無聊 拜託一下 好 第二個呢 是第一個步驟 是想想這個輸入資料 這個 年代 2011年 這個模型 這個 SES SEL 所以這兩個 一個例子 一個例子 所以兩個例子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它的特徵 那 基本上呢 是一個特性 或是屬性 那可以分成兩搭 第一個是數字 這是數字的 比如說呢 價格 準備賣這個 這是中古車 賣21992 它的里程數 mile 一個mile等於 1.6公里 7000多mile 然後 另外一部車子呢 是2012年的 它的這個價格呢 開價呢 是2995 那你或許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不開個220992 或是20995 這是行銷學去研究 人很奇怪齁 你呢 19.99 跟20 他會覺得19.99 便宜很多 所以 常常會很多 價格呢 都會 弄一個尾數 那實際上只有差0.01 對 但是人會覺得20 跟10.99 會便宜很多 這是心理的問題 所以你才會看到一種價格 對 21992 所以這個呢 就是我之前講的 這個所謂的 有時候呢 這些東西是需要 靈域知識的 你要去了解行銷學的這個研究 好 那很多教科書都會寫 那第二大類呢 是所謂的類別的或是明目的 它是有順序的 比如說呢 這個衣服的大小 這個小 中 大 或是顧客的滿意度 一般是這個等級呢 是從1到5 那你這個例子而言呢 它顏色是屬於什麼 類別的對不對 因為有黃色 灰色 然後呢 自動排檔呢 這個排檔有這個自動的 或是手排的 Manual 好 好 所以呢 這次有兩部二手車要賣 那至於呢 哪一些會影響呢 這個二手車的價格 那這個稱為什麼 領域知識 你要去了解呢 這個產業的特性 好 所以呢 人不是萬人對不對 但所以呢 當你要開發一個 所謂的資訊系統 Data mining系統 你要去了解 去問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我們在一開始講的 所謂這個商業的問題 Business Problem 基本上呢 你需要這個領域知識 這個領域知識 來自於各行各業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開發一個農業的 你要去瞭解農業的領域知識 如果你要去瞭解 賣車的 你要瞭解哪一些 會影響到賣車的價格 那第二個步驟就是想說 你這個要使用哪一種 這個型態的 所謂的 這個機器學習的 這個演算法 那基本上呢 在這個一般的這個 這個分類上面 可以分成兩大類 第一種呢 叫做監督式 supervise 那這個un這個字的話 就是無 沒有的意思 那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呢 你呢 比如說你要做一個 這個資料的分群 集群 比如說你要把青少年 分成幾種形態 或是把人的性格 分成幾種形態 那基本上呢 你在這個分群 一開始分群的過程中 一開始 你呢 預測的過程中呢 沒有一個設定的 這個反應 因為你不知道他有幾群吧 那基本上呢 比如說呢 這個 那分群之後呢 你可以把原來的這個 物體 物件 或是這個案例 把它分成比較小的 數目 稱為集群 那我們後面會看到 這個 這個在後面的章節 會看到一些例子 那第二個呢 方式 就基本上呢 你的預測變數 會來解釋說呢 或是預測 你的這個反應呢 是這個 定量的 或是類別的 那這個 聽起來有點抽象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一個實際的例子 就是在Whosecode 它是一個APP 那基本上呢 這個是資料科學 在Whosecode的應用 那你要遇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手機電話響 那到底誰是打電話過來的 那你就有兩個決定 到底是要這個接電話 或是忽略這個電話 比如說行叫電話 你要不要忽略掉 那它基本上的概念就是說呢 我們這個把這個 電話的這個特性 做一個分析 用一個 這邊呢是二度空間 為了呈現方便 用一個二度空間的兩個維度 比如說打電話的這個時間 打電話的長度 然後再一個橫軸 一個縱軸 就會畫出一個點出來 所以我們想要做的事情是說 這個電話 這個右邊的可能是這個正常的電話 左邊的可能是騷擾電話 我們怎麼把它區分出來 做一個分類 那我們後面呢 教了一個數學方法 就是找一條直線 把它分成兩群 做一個分類這樣子 所以這個將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應用 接下來第三個步驟呢 是根據不同的資料 找到合適的演算法 分成兩大類 第一大類是分類 Cursification 我們會介紹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不同的方法 然後如果呢 是你數值的話呢 就要數值的預測 線性回歸 邏輯回歸 回歸數之類的 兩種都可以用的 不管是分類或是預測 比如類生巾網路 第八章的這個 支撐 支持向量機 然後非監督學習呢 在這個第九章跟第十章 集群 所以這就是今天我們介紹這些演算法 這就是這些演算法 今天我們介紹這些演算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